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六百四十七回 横贯西域 如巨剑将西方天地一展为二的那条山脉 有万祖之山的美誉 天下龙脉尽源于此 在一处贯穿西域南北的险峻爱口 两侧山高数十丈 悬崖绝壁 进入崎岖幽深 这条山脉缝隙啊 是连接西域南北的重要孔道 一对商旅 艰难行走期间 驼灵阵阵 商人腰穿着紧腰的胡服 脚灵阶 脚灯结实的皮靴 夹杂有一些头戴帽 遮面的富人身材 亦是健壮高大 在中原有传言呢 西域喜好把女人当男人使婚 把男人当畜生使婚 这些由男往北而行的商人呢 不论男女 美人腰配弯刀 一些屡历出众的男子 在后驼峰附近还悬挂有一只独特的甲囊 囊内裹着制造粗糙的金铁锁子甲 遇到马贼匪寇 便可以以驼带马 披甲作战 以备不测 这驼队突然被远方传来一连串 如同地面闷雷的声响惊动 商队骤然停止 练色巨变 误以为是撞上了在爱口守住带兔 然后汹涌奔支的大队马贼 五十余人同时抽刀 轻壮男子 更是火索的从甲囊中取出铁甲披上 但其实谁都清楚 真遇上了能够造就如此声势的马贼 以他们的可怜战力 撑死也仅是让对方搭上几条性命 可是再没有王法长达两百多年时光的混乱西域 只要有骏马有弓刀 还愁没人卖命吗 就在骆驼上尉整齐列阵的时候 有人眼间抬头看到了惊恐一幕 一抹身影 在高高的峭壁之上奔跑而来 像是一头向地面手连觅食的雄鹰 斜着脊坠而落 落在众人的眼前 双脚及地后 依着惯性向前小走了七八步 距离这驼队不过十步之遥 商队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还有人下意识的咽了口唾沫 只见眼前从天而降的家伙 有着一副迥异于西域人的相貌 年轻而英俊 很干净 年轻男子背后啊 附有一柄白巧长剑 腰间悬挂了一把刀 嘴唇干色的他深深的呼吸一口气后 伸出手 台壁做了一个仰头喝水的姿势 然后用西域通用的语言笑问道 有水吗 驼队默然 不知所措 倒是有个为貌妇人 毫不犹豫摘下一只 还剩下点清水的羊皮囊 高高的抛给那个如同山中精怪的家伙 佩刀附近的年轻人 智谢一声 快步乐器略出 在空中接住水囊后 向后望了一眼 他咧嘴笑了笑 凌空一踩身形转折 轰撞向峭壁 然后微微弯腰 借势前冲 继续如同来时那般飞檐走壁 奔跑途中 举起水囊大口喝水 一饮而尽后 随手朝后抛去 却恰好落在那为貌妇人的头顶 就在妇人伸手去接水囊的瞬间 驼队前锋大风骤起 又有人从天而降 如同一颗天外飞石 重重砸在大地之上 尽风拂灭 所有骆驼都朝后退出几步 那只水囊与妇人 失之交臂 轻轻摔在沙地上 不等众人看清楚那人面目 并拔地而起 一闪而逝 许多年后啊 西域广为流传一个 仙人寄水的传闻 又说这山脉以南数百里 临近黄昏 两股纵横西域南部多年的歌剧势力啊 为了一名燕鸣远波的女子大打出手 双方共有战马两千多匹 厮杀于那座著称西域的翡翠湖畔 据说烈士一方 在有个北梁年轻藩王声名大震后 袭击着用族内那名游女子去跟铁骑冠绝天下的北梁 换取铁甲三百 弓弩千副 以便称霸西域南境 七百骑士请朝出动 要护送那名女子赶赴北梁 然后在翡翠湖遭遇了堵戒 憨战一个多时辰之后 那股追杀势力才知道 那女子早已经绕道前行赶赴北梁 恼羞成怒 是要杀的那个奸华部族只剩下那女子一人 没了能够马背作战的男子 到时候看他们如何崛起于大漠 就在这双方就要从马背冲锋 杀到下马作战的疲惫时刻 整个战场都被一道身形撕裂成了两半 顿时使人阳马翻 被割开的阵线不分 离我面面相去 然后他同时望着那个闯入战场的家伙 只看到那人双膝弯曲 一手握出剑柄 一手啊双指撑在剑尖 横剑在胸 把那把长剑在他身前弯出一个半圆弧度 尘埃落定后 长剑始终保持着这个诡异的弧度 没有恢复平直 又有一个魁梧身影穿过那条沙场缝隙 以强悍无比之势狠狠撞向那持剑男子 后者抵在剑尖的双指沿着剑身一抹 那股充满长剑后久久不肯散去的雄厚气劲 随之在那个半圆中是滚走凝聚 加上他自身的气急灌注 最终形成了一颗紫电营绕丝丝作响的雷球 手腕这么轻易抖以倒提进营底 那颗大小如拳头的紫气雷电 围绕剑尖雀跃飞旋 当那个好似复古之躯纠缠至此的魁梧身影 出现在身前五十步 风尘仆仆 但没有半点颓丧神色的年轻剑客 微微一笑 不退反进 太阿道池 方寸生雷 这一间既有盗骑驴看山河的邓太阿 赖以成名的道池式风范 更有顾剑堂一刀方寸雷的风神 拓拔菩萨一掌拍掉 从剑尖旋转着剑柄再扑面而来的紫雷 同时伸手按在剑柄之上 不让其声势继续高涨 以起鞭腿扫向徐凤年的脖颈 当徐凤年手中剑根本不受力的被一推撒手 拓拔菩萨就知道 这家伙又耍了心眼了 但是一力详实会 他就不信 手多弓手的徐凤年真能摆出置人于死地的陷阱 那鞭腿豪凝质的横扫出去 松手弃剑的徐凤年呢 抬起手肘挡下势大力尘的鞭腿 以拓拔菩萨为圆心 徐凤年背着一腿啊 带动着绕了一个完整的圆圈 这才离心飞出圆外 看上去拓拔菩萨站进上风 只是当拓拔菩萨双脚落地之时 早在转圈时 就用左手握住右腰刀柄的徐凤年 一退又一进 刀出窍紧半寸 那半寸至今大凤光明 战场上那些全部看傻眼的旁观者 都被这抹璀璨照耀的双目刺痛 闭上眼睛后仍然是泪流不止 徐凤年握刀 却不忙于完整拔刀 在身体前冲中半寸半寸的地增 那种如日中天的散乱光芒也收敛 如水凝冰犹如实质 这一切变化虽然复杂 不过是徐凤年进退间的转瞬功夫 好整以侠的拓拔菩萨咪气眼 以不变应万变 等待徐凤年大概应该在十步后的抽刀 顾剑堂大名鼎鼎的方寸雷终于要来了 至于那颗一掌拍开并未溃散的绕后子雷 拓拔菩萨根本不视为危险 因为那颗子雷的流动度相比他的身形辗转 慢 太慢了 天下武功啊 只要慢上一线任你有山越青岛的庞大威势 也是无用 这徐凤年手持那把大凤鸣刀气运 欺奢而尽 果真如拓拔菩萨所料 在十步之遥锋芒毕露 但拓拔菩萨有一点猜错了 方寸雷不绽放于拔刀 而在那把刀的重新归翘 两人之间顿时平地起惊雷 饶是拓拔菩萨货真价实的大金刚境界体魄 也不敢完全硬扛下这道滚滚奔雷 他双掌掌心向外 稍稍往上这么一拖 挡掉大半的尽头 身体顺势侧向移开 徐凤年直面那条直线上 振响声绵绵不绝两侧百余人被钢风冲击 刹那间如同微风催斩的树木拔地而起 向后坠落 拓拔菩萨在避其锋芒后 几乎本能的就气急流转六百里 迎接徐凤年真正杀招的后手 果不其然 徐凤年的方寸雷是归巧 第二刀则是彻彻底底的拔刀了 一抹耀眼的白红如蛟龙威夷山脉 朝拓拔菩萨扑杀而去 拓拔菩萨这一气啊 起始于一柱镶前 气最壮于先前一拳撞弯徐凤年 横在胸口的放生剑 将徐凤年撞入这座战场 当下虽说气势不可避免下降 但炸烂这条白红仍是绰绰有余 礼求一拳建功的拓拔菩萨 不遗余力弯曲手臂做提锤式 不但砸散了白红 甚至砸在了那柄狭刀上 徐凤年试图耗尽拓拔菩萨的气机 等待那稍纵即逝的换气空气 这拓拔菩萨何尝不是在等徐凤年历劫 而换上一口生气的破绽呢 所以他这一拳呢 不但要迫使徐凤年一气枯竭 还要迫使徐凤年在倒退途中 不得不勉强换上一口心气 但是徐凤年揭招大出意料 分明不像拓拔菩萨那么孤注一掷 选择了留有余地 任由拓拔菩萨小半全刚 透过刀身轰在胸口 徐凤年身体在空中 飞旋倒掠如蝶翩翩 就要撞入地面之际呢 手中挟刀刀尖在地面上 轻轻的密点 撩出一大泡黄沙 身体后仰 双脚亮清退去 面朝拓拔菩萨 之前吸气后 一直没有泄气的旧气 尽数消散 紧接着嘴唇微动 轻轻一气喝出 准确说来呀 是试图一气喝成 喝成一气 拓拔菩萨面露冷笑 他哪会给你徐凤年 大摇大摆换气的机会呀 趁着徐凤年匆忙换气 气未升的短暂空挡 大步前行 双拳迅猛垂出 拓拔菩萨虽说 仅剩三分气力 但是这一拳若是垂中了 比起徐凤年气势巅峰时 扛下自己十二分气力 还来得立竿见影 如巧劲打中十七寸 肯定要这个花样心招 叠出不穷的家伙吐出一大碗鲜血来 人生天地间 从生到死 其实都在做一件最容易被忽略的事情 那就是呼吸 一呼一吸 如此枉复 醒时做 睡也做 不知有百万千万次 道教养生正常生的土纳术 便是返璞归真 在这呼吸最小的事上 做千秋最大的文章 纯粹武夫的金刚境界 杀死三教中人的指玄高手 不多见 但就算生了 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 就在于金刚指玄两境的差距 算不得什么鸿功 真正难以跨过的门槛 是天象境 人猫寒雕四之所以在黎阳江湖上 那般的鼎鼎大名 以至于被誉为陆地神仙之下第一人 就在于他的指玄境界 能够力拼 甚至载掉与天地共呼吸的天象境大宗师 拓跋菩萨眼神凛然 怒吓一声 竟是强行唤气 身形站定 双脚伸陷地面 原本垂向徐凤年的双拳 互相一敲 气急暴涨 原来在这之前的转瞬间呢 拓跋菩萨惊恶地发现 徐凤年那把脱手而出的长剑 极其凑巧地在徐凤年倒退后 唤气时 好似被无形气急轻动 自行归翘了 在与此同时 那颗被拓跋菩萨忽略不计的慢悠悠的子雷 也爆出惊人的速度 冲到自己背后 徐凤年嘴角渗出血丝 莫念道 还乡 背后所负长剑放生 在窍中长小不止 如秋缠最后的一声 辞鸣高歌人间 又似那耻目老人 离乡多年 只想死于故乡 战场上那一千多人 全部捧着脑袋 捂着耳朵 蹲在地上 仍是减轻不了那阵如尖针刺破耳膜的剧烈疼痛 拓跋菩萨背后 如同展开了一朵两丈高的紫金莲花 片片花瓣怒放 拓跋菩萨显然仍是小觑了这归翘一见的威力 后背如糟壮钟 不得不向前踏出一步 身躯前倾 像个驼背 这才堪堪卸掉那股劲道 拓跋菩萨悄悄的咽下涌到喉咙的那口鲜血 他面无表情 望着这个恰逢江湖千年不育之大年而乘势而起的年轻人 这位北莽军神既没有见识到新招而感到惊奇 也没有因为自己落了下风而恼羞承诺 这一路厮杀 气机和铁破两大底蕴都稍逊一筹的徐凤年 每次换气都会耍出一两样足以为寻常舞蹈宗师的压箱点 绝学为自己拉开一大段距离 一共喘息唤气 拓跋菩萨每次都觉得那应该是最后的惊喜 但徐凤年总能在身处绝境时为自己铺出一幅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画卷 李纯刚的剑道 邓太阿的剑术 剑九皇 卢白杰 黄青等人的剑招 王先知的拳 红喜相的圆 柳暴施的天象 韩生轩的指拳 王重楼的指拳 书生气 仙佛气 就没一个指 竟是没有个尽头啊 这场童四大宗师之一的巅峰厮杀 互为砥砺最高武道的魔石 又一个晨曦之中 一个黑点沿着白雪挨挨的山脊 往顶疯狂奔 如同一粒微小戒子置身于壮阔雪海 副剑佩刀的他 突然停下身形 蹲下身 望向更高更远处 随意的抓起捧雪 胡乱的擦拭脸颊 手心呢 摩索着下巴上的胡茶子 犹豫一下 干脆伸手抽出那把气韵侠刀 歪着头 拿雪亮的刀锋刮起了胡子 不同于开始那四五天的且战且退 从前天深夜那场搏杀开始 他和拓拔菩萨的局面就扭转过来了 一天两夜 交手六次 拓拔菩萨主动退了四次 也跟先前厮杀的慢腾腾 你来我往不同 现在双方啊都是一击不中就会有一人选择撤退 不求憨战 力求一击毙命 鸡汤和尚赠送那只佛波后 徐凤年之所以在西域城中傻乎乎等待拓拔菩萨 就是要借用拓拔菩萨的灵力功势来锤炼锻造 他吸纳气术后的那柄剑坯子 拓拔菩萨和徐凤年各有所得 但显然徐凤年更加具备后发至人的迹象 徐凤年在上一次拓拔菩萨的埋伏不成后 已经追杀了两百多里 直到两人先后登上这座雄伟雪峰 在一场场生死之争中 两人形成了一定的默契 撤退一方 并不刻意隐藏全部契机 总会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让追杀一方去刨根问底 拓拔菩萨就明确无误的告诉徐凤年 他会在这座雪峰上等着 至于是会在何时何地施与毫征兆的杀招 就得徐凤年凭借本事和赌运去全盘接纳了 徐凤年刮完了壶茬子 放刀回翘 起身又抓起了一把冰雪放到嘴里边 让其慢慢的融化流入喉咙 徐凤年站直腰杆 一手绕到了背后 挣了挣那把剑 一手按住刀柄 举头望去 漠然间大雪滚落 规模越来越壮大 这分明是拓拔菩萨 以人力造就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雪崩啊 徐凤年肯定这拓拔菩萨会隐藏在大雪之中 他闭上眼睛四指握住刀 拇指则紧紧的抵住挟刀的护手上做出推刀出鞘的动作 大雪从山顶如洪流塌落山脊 然后在徐凤年两侧分流而过 徐凤年如那中流砥柱 窥然不动 一根灌柱充沛气息的寒冰长枪 快如金红刺向徐凤年的心口 徐凤年推出撬钟狭刀 与那根长枪和我枪的拓拔菩萨在电光火石之间擦肩而过 徐凤年的尖头被撕下了一块血肉 但是徐凤年身侧的空中也留下了一串星红的血液 徐凤年转过身来 生死一线没有心有余计 只是有些遗憾 如果拓拔菩萨选择在这一刻分出胜负 徐凤年有把握以一种能够短暂压抑的重伤代价 却把对手砍掉一条胳膊 但是拓拔菩萨鬼使神差的舍弃了这个战场 宁肯徐凤年手中的气韵在他后背割出一条血槽 雪崩过后 徐凤年盘膝坐地大口喘气 相信拓拔菩萨也会在山脚那边疗伤 现在两人已经不争夺那换气的快慢了 而是战绝 只争一招定生死 徐凤年懒洋洋的躺在雪地里望着天空 人生寂寞如大雪崩啊 水凉好苦 草草般马虎 多少天因我苦 独领离路 我宇舊一湖 地望江山寂寂寞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